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个后头就很多专家 来对这个稳定性问题进行研究了 最后人家一个老外 一个叫欧拉的老外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 我们接下来就看看 人家这个欧拉 他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你至少从前头 我们的描述来看的话 是很离奇的一个现象 我家两人家轴里 他在曲线底下平衡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个欧拉人怎么解决的 当然欧拉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两个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第一个到底稳定性 到底失稳这个现象 存在不存在 这是第一 你要从数学上加以证明 你刚才是用图片 或者说用什么例子 说明一下 理论上存在不存在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个临界力 控制 这个稳定性的 控制失稳不失稳的 这个临界力 到底是多大 跟哪些因素有关 是吧 我们看看 人家欧拉 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欧拉 他是这么想的 大家看看 他怎么来分析这个问题 他说这样 我们现在就假设 这个压杆呢 在某一个 你不是特殊值吗 就是在这个特殊值的作用下 他在曲线状态下 保持平衡了 他先假设的 确实在在曲线状态 保持平衡了 然后呢 他说我就来求你这个 你不是曲线状态 底下吗 曲线状态 我现在就求 去求你这个脑取还数 把他求出来 那么求出来 最后的结果呢 他说可能有这么几种 首先第一 如果我求出来的脑取函数 是横等于零的 说明什么 如果是他最后 他假设他是曲线状态平衡 但是我求完 最后求来是等于零的 说明什么 说明他不可能 在曲线状态平衡 对不对 也就是一个稳定性 根本就不存在 你瞎编的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存在 这是一种可能 说明他只有直线的平衡 直线的平衡 他就是稳 是稳定的一个平衡状态 那么第二种情况 假设确实求出了 不为零的脑取函数的话 那么 就说明 这个压感呢 确实存在 在两端加轴向压力的情况底下 在曲线状态保持平衡 这就是他的思路 这有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看人家这些大师啊 就是研究这些问题 他是有套路的 有这个逻辑的 很多逻辑在这里 我们接下来看看他的分析的思路 最主要的就是 体会而他这个逻辑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看看人家那个欧拉的这个 这个论证的过程 假设这是一个理想的中心压杆 两端是 加的都是脚制作 下端呢 是一个固定脚制作 上端呢 这个这个制作大家可能很少看到 其实是就是一个活动脚制作 你看 他是杆 杆端呢 连这个滑块上 这个中 他杆端和这个滑块之间是 通过一个脚连接的 所以这个杆端相对这个滑块来讲 他可以自由转动的 对不对 另外这个滑块呢 他夹在这个滑槽里头 这个滑块上下可以自由的移动 为什么他下端做成固定脚制作 上端做得这么复杂呢 你为什么不可以一个人弄成固定脚制作呢 如果你上端也是个固定脚制作的话 你想想 这个力还能不能传给这个杆端呢 就无法传给这个杆端了 你又顶死了 这个制作把它固定死了 你这个力最多全部加在一个制作上 传不到这个杆端上的 你必须把它做成一个活动脚制作 这个滑块可以动 那么你这个力加在滑块上 就传给这个压杆了 对不对 好 现在这个欧拉就就假设 他一开始不是就假设这个杆端 在曲线状态下保持平衡吗 诶 曲线状态保持平衡 然后呢 他因为要用数学的手段 对他进行分析 他建立这样的一个坐标系 轴向是X轴 垂直轴向的Y轴 好 那么 其实 刚才的思路 他的思路就是 你在这个坐标系里头 这个杆端变成曲线的平衡了 那么这时候 这个杆端的每一个界面都有 就是侧向的 横向的位移 这个位移呢 横向的 垂直轴向的 那就是脑度了 所以就有这个W的存在 那么现在他的 他的想法就是 我想办法把这个W 随着截面位置 X的这个函数 不就是脑取函数吗 把脑取函数 我去给你求一求 看能不能求到 不为零的这种脑取函数 那么这个其实 求脑取函数就回到了 我们应该是上学期 学的这个弯取变形的积分法 这个套路里头来了 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记不记得这个积分法 求梁的弯取变形怎么求啊 记不记得 首先得做什么 首先得求弯矩 对吧 一个梁寿弯 它的主要的一个 引起的发生弯曲的 一个因素弯矩 把这个弯矩都给求出来 所以呢 它接下来就取了个分离体 我就从你这个地方 取个分离体 当然这个制作 本来应该去掉 分离体应该去掉制作 那现在我连着它的话 我取这样的分离体取出来 那么这个截面的假设 距远点的距离为X 那么这个截面的脑度是W 那么我们知道 上端作用集中力 那么下端 这个制作应该有个反例吧 这个反例定多少啊 下端这个制作反例定多少啊 这个制作反例啊 肯定就是等于F啊 就是等于这个FC2 就是那个临界力啊 对吧 因此呢 这个地方大家记得 应该有个数向的反例 向上的是吧 那么从数向的平衡来看 那么你取的这个截面上 很显然必须有一个向下的一个周率 大小呢就是等于FC2 对不对 好 数向这儿有向上的力 这是向下的一个力 这两个力呢 数向肯定是大小相等 互相平衡掉了 那么如果只有这两个力 大家看 这个分离体 这一段感见 它能不能平衡啊 平衡不了的 因为这两个力 合力平衡了 但是它们俩之间 有一定的距离 有一个W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存在 所以它们俩之间 就形成了一个 顺时针旋转的一个距 不可能平衡的 但实际情况它是平衡的 没有动 对不对 那就说明 在这个截面上 还应该有别的力 什么力啊 还应该有个距吧 这个距 很显然 是这么一个 逆时针的距 和这两个力之间 构成的顺时针呢 抵消 那么这个距的大小 很容易求 那很显然就等于这个力 乘上它们之间的距离 W 弯距求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可以利用我们 积分法的这个套路 是吧 那么 我们接下来对这个 符号做个约定 做胞系我们建起来了 Y轴是向右为正 那么在积分法里头 大家记不记得 弯距是有正负 有正负号的 那么现在我们当时 研究的比较多 是平摆的这种量 是吧 那么立起来摆了之后 你就就不好按什么 我们下表面绷紧的这种 为正了 那么我们不妨这样 对于这个立起来摆的 这个这个杆件呢 我们就转个90度 转到顺身转90度 把它放倒 放平了之后 然后按我们以前的规定 来规定符号 那么就现在 大家看到的就是 右侧绷紧的 实际上转过来之后 就变成下側 下表面绷紧了 是吧 这种弯具是正的 把它讲成正的 然后呢 我们假设这样的弯具 是一个正弯具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写出 这是它是弯具方程 好 接下来就可以把它代入到 脑取线的近似维纹方程里头 脑取线近似维纹方程呢 上一学过的 大家记不记得 EI乘上脑取函数 W的两阶导数 后头是什么 等于负的MX 那么这个负号 当时我们给大家解释过 这个负号呢 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你所采用的坐标系 和你所规定的弯具的正负号 那么你想想 我们现在这个例子的感觉 你给它转90度 放倒了之后 那正好和我们以前 那样的一个分析的模型 就完全一样了 符号的规定也一样 坐标系 你看也是 我们原来在量的变形里头 也是规定的向下为正的 所以就和我们以前的 脑取线近似维纹方程 形式完全一样 有个负号 这个负号是本身 这个维纹方程里头 本身就有的 然后把上次这个式子 带入进来 带入进来的话 就写成了负的 FC2乘上W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把Ei给它除过来 除到分母底下来 然后呢 令FC2除以这个Ei呢 令成一个常数K的平方 这个没关系 就是令自明常数之后 这个方程会变得整洁一些 这样一来呢 上的这个方程呢 Ei因为除过来 只剩W两极导数了 这边的K平方 本来是负号 移到左边来 变加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方程 就得到了这个曲线的平状态 这个脑曲线 所在的文方程 那么这个文方程 按照大家高总数学学过的 这叫什么文方程 这叫什么文方程 叫二阶的 长细数的 叫线性的 是吧 其次的 没有长数像吗 这样的文方程 它的通解是什么 通解是什么 记不记得 不记得了 这是文方程里头 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情况 它的通解是这样的 这个W得到的通解 是一个三角函数 A乘3KX加B乘cosKX 这个AB是积分常数 这个积分常数 和我们原来 做的那些题目的积分常数 C啊D啊C2积分常数 一样的 就是我们解这个文方程 G两次分 会出现两个常数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脑曲函数 是满足这个维分方程的 要求的 是它的通解 那么接下来呢 按照我们积分法的套路 就是得想办法 把这个AB两个积分常数 把它定下来 对不对 定下来之后 你才能算是 你这个脑曲函数 才把它求出来了 那么这个积分常数 根据什么来定啊 积分常数 根据位积条件 那么现在有什么 位积条件呢 对于我们现在 求解这个问题啊 有什么位积条件啊 看着啊 看着屏幕 这有什么位积条件啊 就是在这个固定角之座 这个界面上 就是当X等于0的时候 脑度等于0 W等于0 是吧 它是个角度 我是不能动的 所以有这么一个 唯一条件 当X等于0的时候呢 脑度等于0 代入进去 X等于0 那么这一项就等于0了 对不对 然后呢 cos kx 也等于 cos ks等于0 代入进去 cos ks cos零度的话 就是等于0 不 等于1 对吧 所以等号的 右边就只剩下一个B了 因此它等于0 就得到什么呢 B就等于0 B等于0了 这下就很麻烦了 欧拉当时就很紧张啊 当时他说的 就没了 这只剩一项 本来他是求差 结果 他是想 看他到底 有没有这个非0的这个W 他得到的 到这儿呢 他确实得到了一个闹起函数 对不对 但闹起函数两项 两项这样一来的话 就是被去掉了一项 只剩这一项了 那如果是这一项 再没有的话 那就是确实脑袋是横为0了 那反正你现在是A A还有一个积分常数 也得用唯一条件去定它 对吧 那么还有的 另外一个唯一条件就是 就什么 还有什么唯一条件 就应该是上段的那个角质座 上段的角质座 数项是可以为1 但是它的横向 W是指的 它的脑度横向的这个位1 是吧 那你只要是角质座 它横向的脑度就等于0 侧向的位1就等于0 所以上段仍然有 就是当X等于L的时候 当X等于L的时候 脑度为0的 这样的一个条件 好 那么它同样把它带入到 这个脑袭函数里头 X等于L 就是sin kl 是吧 就得到的是sin kl等于0 sin kl等于0 这时候就 这就是数理的逻辑 得特别强了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A乘sin kl等于0呢 那就意味着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是 这个是必须满足的 是吧 这是位1条件 因为你上端是角质座 角质座它就位1为0 也就是说你不管 你脑取函数 你去求吧 求上什么样的函数的类型 反正你必须的满足 下端的位1为0 上端的位1为0 那么下端的位1为0 已经满足了 把B内向消除掉 那个下端位1为0 已经满足了 那么上端是个角质座 它的位1也必须为0 它也是必须满足的 所以这个条件 就是这个条件 或者是具体写成 这个形式的时候 这个条件是必须满足的 对不对 那么必须满足 由这个条件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果呢 A乘sin kl等于0 那么这非常明显 那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什么呢 要使这个式子要满足 要成立的话 一种可能性就是A等于0 对不对 那A等于0 那就彻底什么都没了 就是就得到了W呢 就等于0了 那么W等于0 那什么意思啊 那么这时候就 它这个压杆 就是在直线状态下 保持平衡 但是这时候 欧拉他并不着急 并不慌 等于0了 有的就是没了 什么都没有了 并不慌 他想了 他想 他说你前头不是说了吗 压杆在湿稳的情况底下 能不能在 这个直线状态保持平衡啊 就是直线在 对于两端加特殊值的时候 直线是不是这个压杆的 一个平衡状态啊 是的 它也是它的平衡状态 所以他求出来的A等于0呢 其实正好是什么呢 当两端加特殊值的时候 它那个直线的那个平衡状态 本来我们当时就说了嘛 直线仍然是它的平衡状态 对不对 直线仍然是它不是它唯一的平衡状态了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就是A等于0 W等于0 直线平衡状态 那么另外 还有一种能够使上面这个条件满足的 一种情况就是 就是3K2等于0 对吧 那么3K2等于0 那就 就什么 如果3K2等于0 A还需不需要等于0啊 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个条件满足 对不对 要这个条件满足 刚才说了 要么A等于0 这个我们已经用过了 另外呢 就是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3K2等于0 3K2等于0的时候 A还需不需要等于0 就可以不等于0了 对不对 所以就 确实就找到了什么呢 就是不为0的 这个脑去函数 不为0的脑去函数 那么至少到这为止 欧拉回答了第一问题 就是当两段加压力的时候 这个感见 有没有可能在曲线状态保持平衡 有的 而且从曲线状态保持平衡的时候 这个脑去函数的样式来讲 它是一个正确函数 是正确函数的半个波 以这样的形式 在曲线状态保持平衡 那么接下来 最关键的 就是失纹 这个现象存在了 那么就是控制失纹和不失纹的 那个关键的特殊值 怎么来得到 等于多大 这是我们工程上最关心的 那么 这就是电脑反应 怎么慢呢 好 那么接下来说 失纹发生条件是3K2等于0 对不对 那么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式子里就可以得到 K2就应该等于Nπ 就必须等于Nπ 这个N是自然数 然后把这个K呢 把它带回来 本来的K平方呢 是等于F比上EI 然后不开平方了 所以它就带了个根号 那么在这个式子里头 我们看到了我们所需要求的 那个两端加的那个力的特殊值 要不然你说往哪去求啊 从哪去求那个F力 这个力跟谁有关呢 从前头的推导当初 一点都没看到那个力的存在 到了这儿之后发现 这个特殊值啊 力的特殊值 它出现了 那么为了得到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得到 这个力的特殊值等于多少 所以呢 我两边平方线一整理 最后就得到了 这个两端加的这个特殊值 FCR 那么在这个里头呢 我们看一下 这些东西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这个是材料的常数 这是感见的几何尺寸 横截面的 长度方面的 π是常数 剩下的就是一个n n是一个自然数 从3k2等于0 这个里头得到的是nπ 这个n是自然数 那么 我们在这儿呢 把我们工程上 就把这个最小的 这个FCR 就 那就是n取1啊 n取1的时候 最小的 这个特殊值 把它叫做是 这种压杆的 欧拉临界力 欧拉临界力 那么这个欧拉临界力的 对稳定性的影响 那非常明显了 我们如果把它再叙述一下的话 就是当你这个压杆两端 加的轴向的压力 小于这个临界力的时候呢 这个压杆是稳定的 是吧 你在直线状态下 它直线状态平衡 你把它推弯了 推弯了 当然它弯了 但一松手它又回来了 肯定会回到 直线的平衡状态 因为这个时候 两端加的压力 小于这个临界力的时候 直线是它的唯一的平衡状态 它是稳定的 只有当两端加的力 当两端加的力 达到这个特殊值的时候 大家想想 两端加的力达到特殊值的时候 那么 我们从这儿一步步往回带 带到这儿的话 就发现3K2等于0了 3K2等于0了之后 那个A就可以不等于0了 才存在曲线状态下的那个平衡 对不对 好 我们休息一下